另外這一幕又是怎麼回事 在台中霧峰的北高溪 今天上午四點多 突然變成了這樣的粉紅色 看起來像是一條草莓河 十分顯眼 有不少民眾發現之後 趕緊通知了當地的議員 以及里長 那怎麼回事呢 我們來聽聽看 他們怎麼說 我們看一下 這整個高的旁邊 被污染 整條都被紅的 好 很快就要放年假了 但是水就突然變成 這樣詭異的草莓河 環保局也立刻到場 沿著上游一路追查 結果就找到了一間工程行的 油漆材料儲藏室 並且在這個附近的水溝裡面 發現了油漆的痕跡 負責人最後坦承了 游在水中清洗油漆 並且把剩餘的油漆倒入河中 而環保局最後 也依照這個水污染防治法 進行開發